明天就是台紙整個結算了 台股明天的壓低 會不會其實不算壞事 因為外資可以順勢的來補空單 有沒有可能在明天的結算過後 這個外資就會有一些翻桌的動作 怎麼來觀察解讀這個台股 短線上的支撐跟壓力呢 其實我覺得宇山這個看法好像還蠻專業的 我覺得有機會 我確實有機會是這樣 因為外資那個選錢 選錢跑來補空嘛對不對 想說會不會有意外發生 那時候就看起來 應該基本上是符合預期 就是對選權 對選情的預期大概是差不多的狀況 那當然我覺得 政治上我覺得三黨不過半也是一個不錯的事情 因為民主制度主要還是在check and balance 就是所謂監督制衡的力量 所以這地方我覺得對於台股來講 基本上是把不確定因素去去除 大概是這樣一個概念 那在選前其實我們就在講 我們大概要抓的位置大概17500 17350到17500對不對 那今天測到一個低點是17337這邊 那看起來目前又回到17420 所以看起來確實是有回測一個低點的狀況 那這個地方會不會跟外資所謂的那個籌碼不空單 是有一定的那個關聯性 也許也許是有 因為這種盤勢來看的話 你說稍微壓低一下做個回補 這個是長期來看 然後外資這樣子操作的手法 並不罕見 所以這個狀況就是注意一下 未來幾天 是不是能夠再順勢的站回17500 但是OK 這個地方大概 觀察點大概是這樣 但是以昨天的狀況來看的話 我們就可以先注意 以貴買指數 昨天是一根長紅 然後今天也是留一個下影線 這邊是跌破月線之後 又收付到月線之上 所以看起來中小型股是相對的比較給力 概念上是這樣 所以意思是什麼 我覺得外資其實當然你說 目前的台幣匯率好像也是在一個貶值的狀況 外資是不是稍微相對的好像保守一點 有可能 看起來有可能是這樣 但是你說內資主力倒是玩得很開心 所以簡單來講 這一段的行情 我覺得當然你說什麼時候等外資去歸對 這個是一個觀察點 但是以全年的角度來看 今天包含大摩又再出一個新的報告 但是之前大概延續之前的想法 所以整體來看的話 這一段時間你除了高盛大摩等等 包含國內法人來看的話 其實基本上對於台股都然是一個偏多思考的格局 所以整體來看 從11月12月的買超到1月份部分的賣超 整體來看還是買超多於賣超 我覺得這大概是沒有疑慮 只是在外資沒有大量回補的過程中間 你可能全資股相對的會受到一些壓力 這個我覺得是目前的狀況 那其他的部分我覺得 近期當然有很多的話題的焦點 比如說像昨天看了一個報告 說聯勇打進了iPhone 這個地方 市占率準備要大幅飆升 所以昨天就跳空開高 也突破了前波的整理平台 然後法人其實看的目標價還有點遠 但是價格我們就不多說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相關的研究報告 這個地方我覺得可以注意一下 因為近期我們發覺 在LED相關的族群好像也表現得不錯 像之前的鴻海集團旗下的光鴻 是做LED的累積的部分 所以這地方我覺得也許可以注意 因為如果面板的回溫的話 那其實相關的供應鏈 其實是可以稍微關注的 但是因為LED族群 長期以來我們對他就是覺得 好像利潤並不是特別高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喜歡他 那後面有相對的整理 我們就連線再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其他的部分 當然昨天神盾集團的訊息 我覺得算是一個比較有趣的點 因為神盾在這段時間 其實長很多了 那長很多 昨天又停牌 昨天停牌完 是說什麼 重訊是說他收購IP公司 前瞻科技 這個地方 前瞻科技 基本上他是專注在做 先進製程 3奈米5奈米7奈米 這部分 你包含高速傳輸 或者是吸制彩等等 相關的晶片的開發的部分 應用上面也可以在車用 這部分 所以整體來看的話 大概也符合整個神盾集團 之前在做說明會的時候 有提到說他們集團 近幾年的轉型 所以這一塊 我覺得可以注意 那也延伸我們之前講的話題 就是說 今年大概要持續關注的點 就是所謂的 各集團之間的合眾連橫的一些概念 那當然今天也傳出一個訊息 包含智源併購了那個老牌的美國IP公司 所以今天智源看起來表現也非常強勢 漲了4.86% 那其中包含M31還大漲了7%多 今天又再創新高 所以看起來這個地方我覺得 還是提醒大家 我覺得在IP的部分 這一部分確實還是可以持續的關注 那今天你說包含神盾集團裡面 安國仍然是在處置期間 20分鐘戳一盤 所以整個的走勢相對比較疲弱 目前小跌0.72% 然後再來其他你說包含安格心頂 甚至迅捷還是持續漲停 拉了第二根的漲停板 所以整體來看的話 我覺得這一組 這一組IC設計的組群 或者是切入IP的這些的概念 這些我覺得 對於今年來講 大概都會有持續性的一些題材 可以持續的發酵 那今天其實還可以另外注意到 好像豐色族群裡面 包含像什麼 3265的台心科 今天也傳出新聞 說他的資本支出 在2024年是做一個倍增的情況 來到了13.3億元 叫去年的5.1億元 其實是有一個倍數的成長 其實這一塊你看 從IP西日財的部分 其實你可能像艾浦 萊捷等等的做整合 然後包含神鎮集團的整合 那其實這一塊你說 還是會影響到什麼 像豐色的族群 所以像台心科 今天有傳出這些訊息 包含像2329的華泰 華泰過去我們也講過蠻久了 華泰其實他起漲就是在跟其邦 有做一些私募特別股的部分 然後收到錢之後 其實看起來業績表現 確實是有士氣大震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一段也是一個大幅的成長 那時候從10塊多長到六幾塊 長到六倍多 那今天這樣子看起來 近期的拉回 到了那個1月9號的時候 看起來量能又慢慢的回溫 所以這地方可以注意一下 也許豐測的族群 其實都還有下一波的持續成長的可能性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在電子族群裡面 我認為還是可以在中間持續找尋題材 那特別可以從集團的投資 甚至併購等等的角度 來做一些思考 這是今年 這是今年 我覺得一整年會貫穿 整個台股的一個題材 這部分大概是目前的看法 給大家做個參考 回到神論來看 他今天強所長 那他的好朋友可以追嗎 我們看到紅機只跌了 那老牌IC設計廠像是林陽 像是玉霜 他們現在手中也有一些龐大的IP資料庫 也是跨足了IP市長大搶AI的商機 那林陽我們看到今天也有買單 展哥怎麼看 其實林陽這個地方我覺得倒是不錯 因為其實可以看他在12號的時候 是一根長K在破底 結果昨天馬上又一根紅K 這個地方如果有基本學過一點的K線理論 大家就會知道 這就是低檔吞噬線的格局 然後今天稍微開個小D震一下之後 馬上又站回到季線之上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間點可能是一個不錯的買點 就是有點破底翻的格局 然後剛好順勢又站回到季線之上 而且現在的位階其實還不算高 所以這個地方我覺得可以注意 確實是可以注意 然後因為林陽集團 他在跟神盾的部分 其實也有一定的合作 我記得好像是迅捷吧 迅捷還是 反正裡面有一家也是跟林陽 是有互相持股的一個公司 所以這一塊我覺得林陽的部分 因為他長期比較深耕在多媒體的部分 所以說多媒體在視覺的運用等等的 甚至在像神盾式指紋辨識 那當然他的技術也包含那個距離感測等等的 其實這一塊我覺得可以注意 確實可以注意 那其他的其實像那個 像林陽投資的5236的林陽創新 其實在這一波之前創高馬上拉回之後 好像也是守住整個真理的平台 所以說這一組有沒有機會 反而趁拉回的時候 剛好有機會去找一個介入的點 我覺得這部分倒是有機會 所以在操作上面 近期就是這樣 就是你上去你沒賣勒 就很尷尬爆下來 但是爆下來之後 等一等好像又會上去 所以最近大概就是會有這樣的一個格局 不過今年確實也是有可能是這樣 所以操作上面 特別是現在是在年前 年前其實我們會建議就是大家可以用一些 比較短線的操作的思維 就是說真的做對了上去了 那我們可以適時的做一個調節 譬如說像舉個例子 像那個迅捷 之前我們有公開講說 我們有注意迅捷 迅捷拉長停 然後今天早上稍微丟一下 我們就來做個換股 結果去換了另外一檔 就不小心他要拉長停了 像那個3694的海華 其實早上就差不多時間點 我們把迅捷換掉換海華 迅捷那後面也是漲停 所以有點可惜 就海華漲停之後 我本來想說 還是可以撥一些錢回去再買一下迅捷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變成是這樣 就是在整個短線的時候 那個有時候判斷是比較瞬間的 這對於一些散戶來講 你可能就是比較偏直覺 就是真的做對了 不然有拉開 但是稍微有點猶豫的時候 是不是就可以做一個調節 做個換股的動作 因為這個時間點就是怎麼講 就是整個外資看起來相對的比較冷 內置還是很熱 所以對中小型股的操作上面 大概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思考 那其他的部分 我覺得今天好像伺服器的族群 好像也有一點默默的 也是維持一個相對強勢的格局 像6669的圍影 今天雖然沒有很明顯的出量 但是看起來他也有在靠近前高的位置 在做一個蠢蠢欲動的感覺 應該是這麼說 這個地方當然他也佔上了1900元的等數關卡 所以看起來有機會 你說其中也包含像秦城 秦城等於是今天也是在創一個波段的新高 其實等於也是默默的上漲 那包含我們的那個老朋友 像那個6623的旺希 旺希今天也是在持續的在創一個波段的新高 但是創新高之後又稍微有點拉回 所以像這一種的個股 我覺得在產業面的角度 這些個股是容易是什麼 外資真的要回流的時候 容易去找這種產業相關的族群 所以這部分我覺得幾個角度 第一個短線 短線上的話 我們看籌碼強勢的個股 確實是可以注意 然後如果短線急拉的話 可以適時的做一個獲利了結的動作 但是整個全年 我個人還是覺得 對於整個產業面的成長的狀況 這部分我覺得 往這個角度來佈局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 中長線的一個做法 這個我覺得整個操作策略 給大家做個參考 其實選錢大家都說 我們要來壓寶 什麼顏色的概念股 但是我們看到台速至寶 今天跌得蠻重的 台速也破心低了 像重建股今天也拉回 所以說什麼要選來營綠營概念股 是不是其實沒有一定 其實我覺得 當然你說塑化是屬於哪一個贏的 這個我覺得感覺 我不太知道 講實在話 但是塑化族群確實今天就是很弱 確實真的就是這樣 這個地方我覺得 比較可能連動的地方 可能是中國大陸的經濟確實是不好 因為今天看到一些訊息 這細節有點忘了 但聽到一些訊息 感覺起來 中國現在好像真的陷入所謂的經濟的問題 這個地方真的要特別注意 因為中國 基本上現在還是全球第二大的經濟體 如果經濟一直是疲弱不振的話 我覺得這個地方你說相關的供應鏈 就是有一些可能就是本身 就是對大陸需求是比較 比較依賴的 這些族群我覺得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當然你說像這個塑化的部分 是不是說在政策的部分 這個地方當然講一講我自己就突然想到了 像那個ECFA的部分 其實之前就在講說對於塑化這一塊 那如果拉高貿易壁壘的話 是不是會造成一些影響 其實這就有可能 是所謂的政策面的因素 因為畢竟老共也不是佛心來的 所以你說真的在這個政策上面做一些抵制 甚至昨天也有什麼斷交的事情 昨天那個斷交也是蠻有趣的 就是之前還來信來恭喜 結果恭喜完隔天就來斷交 到底是什麼樣一個概念 所以這地方當然也是我們中華民國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困境 但是我覺得這個地方對於投資人而言 我覺得幾個角度 就是說確實你說在政治上面 對經濟會不會有影響 這肯定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們的選擇 就是可以說我們選擇一些相對沒有影響的 因為如果中國關係不好 那也許美國關係好 那美國關係好 我們是找一些美國需求比較相關的個股 或者是說全球比較相關的個股 譬如說像電子族群 也許就是一塊 那其他當然講到國際的問題 我們這個順勢可以帶一下 譬如說像貨櫃的部分 貨櫃的部分大概是這樣 就是看起來這個馬斯基的事件到底如何 這個應該說鴻海的事件到底如何 這個地方我覺得 這邊我會覺得觀察點 我可能會認為 基本上近期看起來應該是 要快一點開始做一些股價上有一些反應 那不然其實盤久的話 是不是有必跌的現象 我覺得就可以注意一下 因為你說包含一些散裝的族群 好像就開始稍微轉為疲弱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一塊當然散裝 散裝我們還是強調一下 散裝其實最大的 最大的運輸量是在鐵跟煤 鐵跟煤在中國經濟不好的狀況底下 是不是需求相對就會相對比較疲弱 受到影響 這個地方也有可能是一個影響的因素 但是以貨櫃的角度 看起來長榮還算是相對強勢的整理 但是你說以陽明萬海 看起來就稍微有一點疲弱了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就是適時的 也可以做一些調節的動作 目前大概我們以幾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覺得提醒大家要注意的點 大概就目前的這些給大家做個參考